好炸的臭豆腐很常见 但鸡蛋沙拉臭豆腐您吃过吗 在高雄市呢 这个73岁的陈阿贝 他在退休之后 自己创的鸡蛋煎臭豆腐 吃法也不一样 淋上的酱汁呢 是美乃滋 听起来很奇怪 不过口感呢 也很特别 又甜又臭的 还深受顾客的喜爱 口耳相传之下呢 连外县市的民众都慕名而来 将打好的蛋汁淋在臭豆腐上 陈老板用锅铲不时的翻动 不到一分钟 独特的香味突比而来 刚出炉的鸡蛋臭豆腐 热气直冒 淋上酱油辣椒酱 紧接着放上自制的泡菜 口味一绝 不过陈老板说 还少了一味 最后这一味健 既然是美乃滋 这样的口味不会很奇怪吗 很清爽 就是它会解一些那个 就是不会像其他一般的那么油腻 特别 就它不像一般的臭豆腐是油炸的 它是用煎的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油 吃到鸡蛋沙拉臭豆腐 可是陈老板的得意创作 因为退休后的他嫌不下来 就自创鸡蛋煎臭豆腐 还意外发现淋上美乃滋很对味 在外面看说他今天有没有来 然后很想要吃它 因为它们那个口味不会臭 还有鸡蛋的香味 台中也有新鸡蛋 他就说 拉倒 拉倒 他就说 拉倒就是沾倒 他就说 他就会有很多 很多人 他会买很多份 老板也很大方 泡菜酱料 顾客随意加 独一无二的鸡蛋沙拉 臭豆腐 不可思议的组合馆 带来商机 吸引顾客上门 Juan Sion 陈胜宇 网越方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